观察市场行为 品位多空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JB频道 好 当前的位置 比特币应该怎么解读 目前来说已经止跌了吗 能够做多了吗 还是还有下跌空间 应该更低价买入呢 你看在哪位置买 会比较理想 好 非常重要的话题 讨论一下 好 那么说你是第一次看到视频 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的链接帐篷社区 一些比较关键 及时分析补充的服务 都在里面非常重要 Discord Pelagram社群 都是免费的 点击链接几个加入 OK 看一下 链接点击 看到我们的Discord Discord一部有多种资源 包括我们最基本每日的分析 排面分析讲解 还有自动公单 多套的车路公使用 作为一个风险配置 还有我们的指标 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非常实用 以上情况就先讲解 这是目前的设计情况 如果说你对以上的服务 有任何兴趣的话 都可以私讯了解 点击这些私讯了解 基本上就是全自动跟单 就是用我们的教学教程 设置好杠杆倍率 就可以完全自动化的赚钱了 完全自动 你也不用顾 就按照我的教学设置好 就可以做跟单了 更方便了 如果这些服务 你有任何兴趣了解的话 都可以私讯了解 那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那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等一下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链接码注册完成 然后在我们社区这边 留言你的UID UID留言 OK 就加入了 像这样子的朋友一样 好 那么快速来再过一下 看看盘面 目前位置怎么解读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趋势 是吗 OK 让我们看到盘面 先了解趋势 这边 先了解你身处 身处于何在 你在哪里 是吧 那目前这个位置 目前这个位置来说 这个位置 它是处在一个明确 非常清楚的 多头结构当中的 看一下 这个是一门ribbon 是吧 多头维持这样的一个推动 这边我认为它是大队指点 只具体哪个位置止跌 所以我们整体是多头 方向肯定是做多 那方向做多 那就看哪个位置入场 方向确定做多 那就看哪个位置入场 好 虽然我目前是开着这样的一个仓位 就开着这个比特币71克的空单 然后看了这个60克 这个多单目前来讲 这个多单很开的不是什么好 等一下可能会做 做些这个调整 那目前的话 持有这样的一个空单的 所能拉起来是做了这样的空单 所以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比特币 这边是大概开了 大概150万美金的一个仓位 OK 这样的仓位 那还是会依据加拉盘 做这样的一个应对 OK 还是做应对 这边走的其实 这边走的其实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会慢慢慢慢讲 慢慢 讲清楚明白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那再看下一页 这边 大级别 大级别上 它是一个多数趋势 趋势 那我们看到 以结构上来说的话 它也是处在一个通道的结构当中 对不对 通道结构 明确的通道 对不对 明确的通道结构 通道结构 上面接到25,000 那下面接的话 两个注点 等于是上二下二 四个注点 还是犯犯有效 所以就通道 我个人接线 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这个位置 通道我们就有一些理由去观察 那再看到短期别 看到半小时图 这个位置有一个前低架 在272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这里 它有走出一个 前代中继 跌破失败 然后开启上涨 OK 那这位置我们昨天讲过 因为这里是假日的缩量反弹 对不对 假日的缩量反弹 假日的缩量反弹 对不对 缩量反弹 所以这大概率还是会去回测前低的 回测的 对不对 那目前来讲 它还是回测的 大概率 这边可能谈一谈之后 可能谈不上去 然后还是再往下跌一跌 理由讲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目前来说这个位置可能 就是看起来 它这个位置 止跌的信号还不够明确 可能还没有止跌 所以如果说你目前没有期货多弹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可以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那我目前的话 持有仓位主要还是这个 进空单 就是这边 空单大概11个 这边可能多单 等下 如果有机会减少 可能直接出掉了 因为这个位置可能 看起来不是那么好 看起来不是那么好 可能等一下的话 它就还有下跌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位置 还有下 小幅下跌空间 还有下跌空间 但是空间不大了 我给我们讲一下 上次在社区讲到 这边可能有三种 我认为有三种 第一个 下回测 回测不破前低了 然后上涨 构成双底 我们一个个讲 这边如果说它向下回测 回测下回测 回测不破前低 构成什么 构成双底 看涨 这是一个可能性 上涨之后突破回踩 拉成第一种 type 1 type 2 这边向下回测 然后 看币验图表 比较清楚 这个位置的话 向下回测 向下回测 在前提 都要支撑 然后弹起来 弹不起来 跌破 跌破失败 然后上涨 这个位置 是极佳最佳 最好的开拓机会 最最最好的一个 水银笔的开拓机会 止损放在打出的前低 止盈呢 看到 拉上去 看到24,25,25 都可以 突破的看到25,26 都有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入场机会 好 那看下一种 第三种 就是对动物比较不好 一笔直接击穿 直接击穿 然后在下方 这位置 打到支撑 然后呢 气纹 再反弹上来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在下方这位置 我也知道 我跟人建议 直接先我买入了 也不用想 直接买入 因为损音比非常好 止损离下方 也就几百个点 对不对 也就几百个点 如果说出现的话呢 我建议 是直接买入 直接买入 不要想 直接买入 如果直接击穿到 2万千 三百左右的话 直接买入 不要想 这种情况 那以目前的现况 来说的话 我们把它 可能先标起来 这个位置 其实在这个 较大级别来说 这个次 次轮上涨 次轮上涨 从二万千三百 到这个 二万千 二万五千二 这个位置 在618的位置 这个位置 它是有短期的 这个止跌迹象的 对不对 短期止跌迹象 那 有短期止跌迹象 在下方 这个位置 也是有可能到 对不对 什么都把它标起来 都给它标起来 所以大概价位 也就是几个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 2270左右 或是这个 222300左右 这两个位置 那就距离 看怎么走 对不对 看怎么走 我们把这可能性 画一画 其实就是几种 为侧 不破 上涨 或是呢 它这边 回侧呢 这边跌破 前低 收回 然后回踩 这种 或是怎么样 跌破 在下方得到支撑 盘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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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上涨 对不对 就这几可能性了 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剩下 几可能性 就这几种 那整体来说的话 短线还是 有一个下跌 看跌的短 小幅空间的预期 但是呢 整体还是要去重点关注 做多机会 因为整体大级别做多 那下方间位置 给几个点 也就是几个点 回侧 222300 800附近 900附近 考虑买入 对不对 买入 那如果说撑不住 然后呢 跌破 跌破失败 那这是一个 击压开头机会 好 看涨 看涨 对不对 最后一种 比较不好 有效接击穿 在下列位置 才得到支撑 然后呢 才开始涨 开始涨 那这三可能性 都是要注意一下 都是要注意一下的 所以整体来说 一样是关注 做多机会 然后呢 就这三可能性 那详细究竟 应该要去 哪个可能性 还是哪个情况 可怎么去应对 在社区都会做 这个几时公布 那如果说 你想了解的话 那都可以加我们社群 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啊 链接就可以 加入 加我们社群 好不好 OK 那都是免费的资源 用我们的链接把注射 的链接就可以加入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的话帮助按赞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个人见 拜拜